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港澳辦今天又連續發表了三篇新聞稿 而其中一篇是再次點名批評公民黨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 而且措辭還相當強硬 形同是向郭榮鏗發出最後通牒 到底這篇新聞稿有哪些重點呢? 第一是將未能選舉主席的責任歸咎在郭榮鏗和其他反對派議員身上 後來我看到 原本十幾分鐘就可以完成的內會主席選舉延耗了六個月 十五次會議都仍未能完成 這個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天大的笑話 第二個重點是什麼呢? 就關乎一宗原則 這個又拉到另一件事 到底這篇文章怎麼說呢? 就說國歌法已經在2017年列入了基本法附件三 完成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 就是立法機關應盡的憲制責任 他們不禁要問 國議員為什麼這麼敵視國歌法呢? 反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使用國家象徵呢? 他真的認同一國原則嗎? 是真的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嗎? 國議員和反對派議員對立法會保安安排互攪蠻前 擅自安排會前的墨礙儀式等等 不是惡意拉布 濫用權力又是什麼呢? 這一點也是新事 以前的新聞稿是未曾提及過的 竟然將國歌法拉扯到一中原則 將兩件事緊緊扣連 會達成什麼作用呢? 就是扣一頂帽子給反對派的議員 若然你繼續將國歌法反對的話 你就等同於不擁護基本法 亦等同於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一頂帽子就相當大了 因為一旦你說反對國歌法等同於後續這些事情的話 這樣DQ的機會就相當大了 因為你是不擁護基本法和不效忠特區 就等同於可以取消資格 因為你是違反了宣誓的誓言 因為立法會議員宣誓的時候 就說他要效忠香港特區 現在郭榮鏗議員反對國歌法 你就已經要質疑他是不是不擁護一中原則 不擁護基本法和不效忠香港特區了 那你叫那些議員應該怎樣投票是好呢 是不是代表著一旦他投了反對票的話 就會觸犯到這些天條 就會被取消議員的資格呢 是不是換句話說 若然你是想繼續安安分分地做你的尊貴的立法會議員 麻煩你在投票的時候就要懂得做 是不是這樣來理解呢 那這個還哪裡是立法會呢 這個是人大 那第三點就是什麼呢 繼續質疑郭榮鏗是涉嫌犯罪 這篇文章說到 涉嫌行為蓄以違背誓言 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可謂事實清楚鐵證如山 涉嫌就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這條刑事罪 只不過 違背誓言 他這次說得很清楚 而且還指控郭榮鏗 蓄意違反誓言 還指控郭榮鏗已經打定輸數也好 但他仍然是拒絕跪低的 他今天出來見記者的時候就說到 如果一個議員按照議事規則行使職務 或者反對某一些本地立法 就已經是違反誓言 違反一國原則的話 他相信立法會已經不再是基本法所列明的立法會 而是變成了香港版的人大會議 特區政府已經將DQ他議席的計劃 透過今天港澳辦的聲明寫在牆上 他只能說 如果為了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捍衛法治 而被DQ的話 這是郭榮鏗本人一生的光榮、絕無遺憾 他說自己是基督徒 他相信神放了他去一個地方做一些事 他一定要做得對 盡量做得好 做到最後一秒鐘為止 他絕對不會放棄 他寄予香港人 香港人就是最後一度防線 千萬不要放棄 如果放棄的話就會輸掉 所以香港人要加油 這就是郭榮鏗的說法 其實如果真的要DQ郭榮鏗的話 在今天的議會當中有什麼意義呢? 第一 就是正式撕破了一國兩制這塊畫皮 以前大陸政府也會在那裏 油泡琵琶半遮麵 他也要記毀你所謂的法治 他也要記毀你所謂的一國兩制 不敢造詞 包括以前的姜恩署主任 李剛主任都說到明了 就說中聯辦不是香港第二個權力核心 慢慢走下去的時候 變成了王志民主任 就說中環西環要走近 但是當時林鄭也對這件事是反感的 林鄭2017年的時候也說過 香港的內部事務 高度自治事務 是需要立法會的批准 特區裡面的管治團隊和公務員去負責 認為不需要中聯辦的朋友操心 這個理解才是正確的 而不是搬了龍門就變成今天 竟然間為中聯辦要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來背書 就說中聯辦擁有所謂的監督權 你是完全變了你的說法 以前17年的說法你才對的 但是因為你現在沒有了民望 你現在肉隨針板上了 所以中共說什麼你就說什麼 更何況就是 就算當年這個王志民主任說要在 你這個政府總部裡開一個宣講會 你也不肯出席 就算在池山寺那裡 你也不肯和王志民主任握手 一條逃犯條例就把你搞定了 你以前那種意氣風法 那種氣炎 已經收皮了 已經徹底了 你又要完全跪低 所以你就有今天這個說法 而大陸也不再忌憚些什麼了 索勝告訴你 《基本法》第22條是應該如何去正確理解的 就是要為中聯辦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提供了合法性和正當性 就是要借助中聯辦對香港行使所謂的監督權 這些基本法裡是沒有的 好了 這樣第二重的意義就是什麼 就是 中共也不想再等選舉結果出來才去動手 因為到期時 若然你真是35加 再去DQ你就欲選了 現在就直接告訴你 現在是不分你什麼民主派 本土派 港獨派 什麼派 什麼派 反正他看你不順眼 在議會裡面做什麼 是干擾他的 就要DQ 比如說這個內會選主席 其實就是相當小事 但是他就藉助著現在這個環球的疫情 基本上各國都自顧不下 根本上沒有人會理你 再者 他自己也面臨著 西方社會的追責 所以他也不再演這些戲 就直接告訴你 赤裸裸地告訴你 這個議會是他擅長的 要不就跟 要不就不要跟 當然 現在若然DQ了郭榮鏗以後 下一個還未完 下一個做主席的不是李慧琼 因為他要參選 根據議事規則 就會找來立法會裡頭最資深的議員 擔任主持 那個就是陶謹申 所以這件事還未完 還有他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DQ或郭榮鏗 就是賊佬試沙布 試美國到底會有什麼反應 你在國內立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說明會對打壓民主 和剝奪人權的人 會啟動制裁機制 現在一直指問樓梯響 他也想看看 到底你美國有什麼反應 若然沒有什麼回應 純粹譴責你兩句算數 都不會啟動制裁機制 或者也不會檢視一下 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他就試得出 原來你這隻是指老虎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沒有了道 或者不是 原來大陸一試 一DQ了郭榮鏗 你就馬上對某一些官員 啟動制裁機制了 他就退一退 所以他就是試探的作用 因為他也不知道 其實沒有人知道 到底美國會怎樣拿捏標準 最後就要說說 特區政府的高層出現了大地震 震走了幾個局長 另外作聲了幾個新官 其中一個就是曾國偉 原本擔任入境處處長 現在將會出任內地及政制事務局 到底他有什麼個人本領 原來他在辦公室內放了一隻遲造的碟 這隻碟印了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肖像 難怪你可以升官發財 官運亨通 因為你這麼效忠 說明自己如何景仰習近平主席 所以這位是活該升的 而且有多個消息指出 他的官運不止於此 他還是將來政務司司長的熱門人選 至於原任的局長聶德權 又去了哪裡呢 他就調任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到底為什麼會找他這個罪神 來帶罪立功呢 他本來已經解錯了 《基本法》第22條的幾年了 這是離天帶罪 現在被他以帶罪之身 去擔任另一個局局局長 當然就會有些硬任務 而這個任務肯定是 要為公務員推行宣誓 來作好準備 因為已經說明了 就算現任局長也說 要搞宣誓儀式 就說公務員要宣誓效忠基本法 這什麼作用呢 就是方便 你進來的時候 一旦你有什麼造反 他就可以鬥走你 所以就沒有人敢造反 做公務員 也無非為了收入穩定 難道是為了刺激嗎 若然任職之前 就要交投名狀 要宣誓 那就麻煩了 這一輩子就賣了靈魂給他 甚至乎你背後來做什麼事情都沒有用 他肯定就會再搞一個 類似國泰那樣的 督灰機制 匿名舉報機制 一定要無所頓形為止 所以他這一招是很絕的 就請你回去 就要請到你一輩子 請到你退休為止 你都不能夠說半句批評的話 否則你就執包袱拜拜 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至於另外兩個決策局 將會由民建聯的人擔任局長 分別就是民政事務局 原任劉光華本身也是民建聯 就會交棒給徐英偉 也是民建聯的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由劉怡祥轉為許正宇 許正宇就是許曉暉的弟弟 也是民建聯的成員 創新及科技局 楊偉雄 即是見過Steve Jobs 拜拜 就交由薛永恒組 薛永恒原本是陳凡 在基電工程處裡的下屬 又是星官發財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